接管阿富汗的塔利班形容中国是他们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又表示希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还表示合作的前提是当地实现平稳过渡和持久和平 张维冲报道 塔利班发言人穆解希德接受意大利传媒访问时说 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伙伴 又说阿富汗有丰富的同况资源 塔利班希望在中国帮助之下重建经济 进行现代化改造 形容中国是塔利班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 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光浩 和塔利班住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通电话 哈纳菲说中国是阿富汗值得信赖的朋友 塔利班源自力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绝对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中国利益 又说中国倡道的一带一路合作 有利于阿富汗和区域发展繁荣 阿富汗希望继续积极支持和参与 在北京外交部便问到 是否打算在近日开展和阿富汗的一带一路合作 我们希望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